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大家好我是德霸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在这里德霸也要跟大家拜个晚年 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大吉大利 家庭跟事业两方面呢都吐飞猛进哦 在开始今天的爱之鱼影片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德霸之前做的爱的存款影片呢 德霸将这个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或者点击这里也可以直接先去看一下 这个影片呢再搭配今天的爱之鱼 会有更好的效果哦 什么是爱之鱼呢 爱之鱼其实是畅销全世界的一本书 英文书名叫做 Find Love Language 作者是盖瑞巧门 Gary Chapman博士 从这个书名大家就可以知道呢 这个巧门博士他提出了 一共有五种类型的爱的语言 分别是肯定的言语 服务的行动 真心的礼物 精心的时刻 身体的接触 相信看德霸频道的朋友呢 有很多人呢都是在国外生活 不知道大家资深刚到国外的时候 是不是有遇到语言不通的情形呢 德霸自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就是德霸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曾经有认识一个墨西哥的好朋友 那我们因为都是刚刚才到了美国求学 所以英文都不太顺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聊天呢 都是比手画脚的 有一次呢这个墨西哥的朋友跟我讲到 他们墨西哥的国旗上呢 居然有这个啤酒 就是Bear 那我整个很震惊 想说墨西哥人是有多爱喝啤酒 还要把这个啤酒放在这个国旗上 也太欢乐了 那来回确认了好几次 他一直说是这个Bear 后来他比出这个空中飞的这个样子 德霸才知道他在讲Bird 所以因为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国旗上有一个老鹰 那这其实是20年前的一个真实笑话 令德霸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这个笑话也点出了今天的重点 就是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到底要如何沟通呢 德霸也发现呢 有很多的夫妻 虽然表面好像是在讲一样的语言 可是呢 却常常表现的好像他们在讲不同的语言 而这些不同的语言呢带来了误会 带来了争执 带来了争执 还有所谓的这种热情的讨论 也就是吵架啦 那明明大家都知道 夫妻关系是讲爱 而不是讲道理 也不是讲对错 但是为什么这个爱要表达 会是这么困难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虽然我们都知道夫妻关系要讲爱 但是你有没有讲到对的爱之语 却是非常重要的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巧门博士提出的这五种爱之语 第一 肯定的言语 有些人的爱之语 就是要你用言语或者文字来表达 无论是向对方说出感谢的话 或者是赞美肯定的话 这些话语呢 都会让听的人觉得被珍惜 被重视 觉得被肯定 第二 服务的行动 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对有些人来说呢 讲好听的话不如付出实际的行动 扛起家务啊 照顾小孩啊 为家人牺牲自己的时间啊 这样的行为呢 能够让某一些人感到幸福 感到被爱 第三 真心的礼物 有些人的爱之语呢 是收到礼物 不一定是要贵重的 但是是要用心准备的一些小礼物啊 卡片啊 花束啊 甚至一些喜欢的点心饮料都可以 当然在偶尔重要的日子呢 送一份比较贵重的礼物 也可能更加表达出对对方的一种爱意哦 第四 金星的时刻 许多的夫妻在婚后 或者是在有小孩以后呢 就很少在约会了 更难有营造出在婚前交往时 那种浪漫的两人世界的这种气氛 但是呢 即使是进入了家庭生活 对某些伴侣来说 一场精心的约会 或刻意营造出来的这种浪漫的氛围 仍然是他最能够感受到被爱的一种方式哦 第五 身体的接触 世界上只有夫妻两人 能有如此亲密的身体接触 从牵手啊 拥抱啊 触摸啊 或者是亲密的性行为 有一些人特别是男性呢 会在这些行为里面感受到自己是特别的 是被爱的 以上五种爱的语言 你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吗 我想大部分人呢 其实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 你真的知道你的另一半的爱之语是什么吗 很多人呢 会用自己的爱之语来为对方付出 可是呢 如果你的付出刚好不是对方的爱之语 那就像是对着不同语言的人鸡同鸭讲 花了一堆力气与时间 但最后只是四倍功半 要记得爱之语一定要用对方的语言 而不是自己的语言才会有效果 在下方的资讯栏中呢 德霸有附上中文版跟英文版的爱之语测试 无论是中英文呢 这个爱之语测语都是免费的 德霸建议大家呢 跟另一半找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好好的做一下这个测语 然后根据你测语的结果呢 好好的分享一下彼此的相似 彼此的不同 或许你会很惊讶的发现 即使两人相处多年 对方仍然有一些部分是我们不够了解的 或者我们虽然理解 但是我们却很少去fulfill 很少去满足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爱之语的需要 五种爱之语是认识彼此内心 非常好的一个开头 德霸会在下一集呢 深入介绍每一种爱之语的情况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敬请期待啰 那在那之前呢 赶快用下方的这个连结 做一下爱之语的测验吧 你觉得这样的爱之语影片对你有帮助吗? 第一有帮助 让我能够更了解自己 也更了解对方的爱之语 二没什么帮助 因为结婚多年 早就已经知道彼此的一些状况了 做不做测验也没有关系 第三 做了测验以后才发现 原来自己跟对方的爱之语 跟本来想的都不太一样 四 其他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德霸 德霸非常期待能够跟大家 讨论更多关于夫妻的爱 以及这个爱之语的问题哦 愿上帝保守你的婚姻与家庭 充满幸福与祝福 我是德霸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